大家好,我是艾圆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 好,这里我们来到下集 首先按下机关,走过来 走过来以后呢,点回收 回收以后呢,原路返回 过来以后呢,左转,往西边走 走进来以后呢,这边是一个拼图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放到最下面 第二个放到左上角 第三个放到右上角 第四个放到中间 第五个放到下面第二个 这个宝箱是106 各有千秋 都归你吧 然后在原路返回 首先也说先从东边出来 从来以后呢,再继续往东边走 这里先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再左转 然后再往西边 西边这里也是一个拼图 首先来到第一块 第一块放到第一排第一个 第二个放到第一排第三个 然后第三块放到第一排第二个 第四块放到第二排的第二个 抓三下 然后说第五块放到第二排的第一个 第六块放到第三排的第一个 最后一个放到最下面 刷三下 这个宝箱是第107 这就与创风 然后回头继续往东北方向 这边走进来以后呢 首先是一根闹钟 点修复 首先这一根黄色的 螺到下方 这根蓝色的 转两下 然后蓝色的转一下 镜子向左边挪 这个宝箱是第108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再走到平台上 这个宝箱是第109 都归你 开完以后能左转 向西北方向看 柜子上面有一只小鸟 这只小鸟是第38 然后打个地图 传送到回忆走南 传送过来以后呢 回头往地图的南边走 穿过两扇门 就可以看到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是第一白椅子 一只是上匹 然后还是点返回 传送回回忆走南 传送完了以后呢 首先左转 往西边走 来修复一下闹钟 首先右边这一根 橙黄色的转一下 然后左边这一根 也转一下 接着 左边这一根 转一下 然后镜子 向左边挪 挪过来以后呢 再将这一根黄色的 放上去 然后镜子不够 就再向左边挪一点 最后 右下方这一根 纯黄色的机关 转一下 这个宝箱是第114亿 然后说一下 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只小鸟 是祖先任务 喧哗与骚动 必定会拿到的一只小鸟 在这个位置 之前和他一起拿过呢 这个小鸟 是第39 这是必拿的 回来以后呢 走出来 继续往北边走 走到镜头 会有一只 赤源铺满 大家来打一下 打完这里 是第112 然后也是在这个位置 也是主线任务 喧哗与骚动 必定会拿的一个宝箱 这是第113 大家做完以后 会必定拿到 然后再传送回回忆走南 这一次呢 往东北方向 进来先打一下怪 打完怪物以后呢 这个往下一头 这是第114 首先选第2个 然后选第3个 然后再烤火这里 这只小鸟 是第40 旁边这个宝箱 是第115 然后以后呢 还是原路返回 我们过去 交一些奖励 然后打个力图 也是点到小鸟这里 全部打勾就收集完了 有帮助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